天氣越來越冷 下班後來吃個火鍋 真的好享受 今天外景主持人小盈 要帶我們到台北東區的 一家國務料理店 來吃好料 而到底這家店有什麼特色呢 讓我們趕快去看看吧 Hello大家好 今天帶大家來到 台北市大恩區的 一間火海鮮餐廳 然後我們要請Rita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間餐廳的特色 首先我們看到後面 後面有很多水族箱 這裡面是什麼 可以請Rita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我們的水族箱的話 就是有引進很多 來自各個產地不同的一些火海鮮 對 比如說像我們的 這個來自日本北海道的水場蟹 那或是法國的 來自法國的布列塔尼海域的藍龍蝦 那又或是有來自 日本東京灣的火星蠻 那這些都是我們養在水族箱裡 就是從產地直送過來 他們搭飛機過來鮮活的 對 然後等客人點的時候呢 然後才現場處理 然後就是以最新鮮的食材入鍋這樣子 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生猛海鮮 都是採取現場處理的方式 這麼嚴格追求食材的新鮮 就是為了給顧客吃到最美味的料理 但是除了吃火鍋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的吃法呢 來聽看看店長Rita的介紹吧 關於這間店的經營理念是什麼呢 我們老闆呢很希望就是能夠帶給大家有些新鮮的食材的部分 那新鮮食材呢 因為一般如果只是煮火鍋 好像又顯得不夠凸顯它的那個特別處 所以呢他就請師傅特別研發一些 一些日式的料理的手法 那我們師傅呢他採用日式料理的方式 但是是法式料理的擺盤 所以讓你就不只是味覺的享受 還有視覺上也是非常的豐富的感覺這樣 哇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看到滿滿的桌上都是我們的商業午餐定食了對不對 沒錯 桌上這四道精緻的餐點就是店家推出的冬季商業午餐 包括厚切鰻魚飯 深海巨蝦拌海膽 吸筋燒乾雕 以及石令蒸鮮魚等等 都是為了滿足老饕級的顧客所製作的料理喔 只要你來過你就會很喜歡再來 我真的愛上他了 來很多次 對 來了很多次了 那我想問一下是什麼樣的因素會影響你選擇餐廳 就是你選擇餐廳的因素是什麼 我第一一定要環境乾淨 衛生 食材衛生 然後第二就是服務的態度 人員服務的態度 然後第三就是食材好不好 到底適不適合那個價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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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高的話我就會常來 CP值之外最主要還是它的那個 新鮮度跟衛生用的方面 那如果說你說便宜的一般的鍋物 現在外面很多 可是如果是你去吃一次它的食材不是很新鮮 或者對 你再便宜也不會再想去 真的 真的 你會覺得說後來錢就要吃好的東西 對 對 對 喜歡吃火鍋的朋友 也可以到這家店 享用生食級的海鮮食材 在專人周邊服務下 來好好享受愉悅的一餐